打枪不用瞄,抬手及时缓,32天击毙214名美军一战封神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有这么一名令美军闻风丧胆的中国狙击战神 高度近视的他,两年之内从一位新兵逐渐成为了一代战神 依靠一支没有瞄准镜的莫辛甘纳步枪,当仁不让地成为王牌狙击手 同时还入选了世界十大狙击手的榜单 他就是居神张陶芳 1931年,张陶芳出生在浙江新化,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在那个充满腥风血雨的时代,他在童年时期就早早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 也更加坚定了自己保家卫国的决心 1946年,不到16岁的张陶芳当上了儿童团团长 坚毅的性格,成熟的心智,造就了他沉着冷静的心理素质 他曾聚集了几百名儿童团员,想方设法地打击国民党的各种行动 甚至不慌不忙地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放牛,积累了大量作战经验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19岁的张陶芳顺应时局 积极响应中国志愿军的号召,于1951年3月报名参军,加入24军72师214团 并于1952年9月随军抵达战场,在后方驻地组织临战训练,进行战争准备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张陶芳的印象都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殊不知咱们这位上甘岭居神靠的并非是天父,而是扎扎实实的努力 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天生的狙击大神 在没入朝鲜战场前,出身农家的张陶芳确实曾经接触过枪 不过他当时所接触的是猎枪,只是在小时候跟着爷爷拿枪打过鸟而已 而对枪产生浓厚兴趣的张陶芳,在刚开始拿着爷爷的猎枪练习射击时 只是偶尔才能打中一次,没有任何天赋而言 他出入朝鲜战场时,正是志愿军在双方对峙的三八线上 广泛开展冷枪冷炮运动如火如荼之际 所谓冷枪冷炮运动,是志愿军发现自己武器远远不及美军后 便想出用冷枪的方法进行对战 刚开始训练时,张陶芳在实弹射击打靶考核上连开三枪,枪枪脱靶 这次考核结束后,成绩不佳的张陶芳就被调到了炊势班 纵使心里一百个不服气,张陶芳面对这样的结果也只能接受 32天击毙214名美军 用一把没有瞄准镜的普通步枪击毙美军王牌狙击手幽灵一战封神 中国狙击战神张陶芳并非是天才 在刚开始练习射击时,张陶芳却连开三枪,枪枪脱靶 不过这次挫败并没有打垮张陶芳 他痛定思痛开始了刻苦的训练 不分昼夜在训练场磨练自己 1953年1月,初上狙击台的张陶芳迎来了人生第一次和敌人正面对抗 由于经验不足,他连开12枪,最后竟然连敌人的衣服都没打中 然而被敌人发现后猛烈攻击 而这次的射击也让张陶芳很是不甘 第二天又来到了阵地,一心想着洗刷昨日的耻辱 在发现对方阵地上的三名美军后 他深呼一口气,打响了自己的第一枪 成功地击杀对面阵地上的一名美军 但是张陶芳却没有丝毫高兴起来 因为自己明明瞄准的是第一位的美军 而打中的却是对方的第二名美军 但不管怎么说,都算有所收获 在以后的训练中,张陶芳逐渐得心应手找到了感觉 更是在短短40多天的时间里 便用240发子弹击毙击伤敌军71名 让所有人对他刮目相看 而他也凭着这份殊荣 得以进入更专业的射击班进行训练 张陶芳没有任何自负的情绪 反而更加谦逊地向那些经验丰富的老举机手请教 而最终的学习成果也有目共睹 还在一次出任务时,只用步枪的9发子弹 了结了7个美国大兵 这样的战绩,对于大部分志愿军而言 都属于轰动性的成就 但是张陶芳并没有骄傲 因为只有他自己知道 从完全脱靶到1977 中间靠的是他夜以继日的勤学苦练 也是从这以后,张陶芳内心的烈火再次燃烧 每次练习比平日更加刻苦 不久之后,张陶芳在靶场上 一镜可以端着没有瞄准镜的苏氏莫辛纳干步枪 瞄也不瞄就百发百中了 仿佛形成了肌肉记忆 只要平端步枪 他就能自然而然地完成三点一线的瞄准 在训练队最后组织考核中 他主动提高了自己的比赛难度 用五发子弹打落四只麻雀 人一般的射击操作 直接惊呆了在场所有的人 32天内一436发子弹击毙214名敌人 用一把没有瞄准镜的普通步枪 击毙代号为幽灵的美国王牌狙击手 上甘岭居神张陶芳到底有多神 当时时任24军军长皮定军 得知了张陶芳神枪手的事迹后 曾专门安排参谋去214团阵地 考察张陶芳的实力 张陶芳则立即提枪前往狙击台 执行狙击任务 他在敌人阵地边的树林里 选择了三个剑木柴的美军士兵作为目标 虽然有树木的遮挡很难看清 而且由于目标不停运动 所以难度较大 但是张陶芳只开了三枪 就解决了这三个敌人 获得了军长赠予的一双崭新的皮靴 不过后来这双靴子并没有被张陶芳用来穿 而是用来放他击杀敌人的弹壳 1953年6月份 是张陶芳打败代号为幽灵的美国王牌狙击手艾克的风神之战 提出张陶芳并不知道自己的对手是谁 当时他一如既往到前沿阵地查看情况 却在刚走到交通豪的时候 被突然一发子弹从他的头顶擦着头皮射进了土中 此时的张陶芳已经意识到对方有备而来 早早地占领了有力的狙击位置 这次是真的遇到对手了 当时处于不利地位的他既无法还击 也无法观察敌人的位置 在这个时候 他静静观察对手的射击规律 慢慢向适合射击的狙击台靠近 但是只要自己稍有动作 对方的子弹就一阵扫射 张陶芳没有任何慌张 冷静地分析着当时的局势 发现敌人的射击点一直都在自己的左侧 于是他便大胆利用掩体 安全移动到了狙击台的右侧 在得知对方的位置之后 张陶芳随即起身准备射杀对方 同时就在张陶芳射击的瞬间 幽灵也射出了自己的子弹 随着两声枪响 胜负也已经注定 幽灵被张陶芳的子弹一击毙命 无力回天 而幽灵的子弹则擦着张陶芳的头皮 飞进了土壤中 可谓是有惊无险 这场高手之间的对决 最后张陶芳以0.7秒微弱的优势获胜 谁又能想到 一把没有瞄准镜 没有脚架的普通步枪 击中了美军大名鼎鼎的王牌狙击手呢 好了 也画老故事 咱们到哪儿聊 我们下期再见了